好 各位同学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句话 这句话里面又有哪些 值得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呢 又有哪些除了定义重句后者的问题 又有哪些需要我们进一步掌握的地方呢 我们看看啊 首先定义重句不用说 我刚刚给大家已经提示过了 是一个Z定义重句 这个Z定义重句里面 还包含了一个问定义重句 所以我们一般认为 虽然这个问定义重句也足够长 但是问定义重句跟Z定义重句比较起来 Z定义重句里面 包含了一个问引导的定义重句 所以我们说Z可以后置 而那个问定义重句 可以去修设那个date 好 我们从前往后看 首先另一个单词 我们前面在讲人民地名 专有名词的时候 说过这个人叫皮尔森 叫皮尔森 对不对 当年好多师兄师姐 还有人把它翻译成人的 把它看错了 看成person 注意啊 也说明考试的过程当中不要初心 这是一个人叫皮尔森 皮尔森怎么样呢 他发出了一个动作 has piece together 他们 piece together 是一个固定词组 大家应该记过 如果实在没有结果 其实也可以分析出来 大家知道 piece 叫一片一块 当名词用 对不对 together叫一起 把片块弄在一起 叫什么 汇集 收集 整理 整合都可以 当然可能会有人 刚才在做题的时候 有没有用拼凑这个词的 有吗 如果有的话 他们也还勉强 但不是特别好 他们拼凑 大家知道有没有 有点贬义 对了不 所以我们最好把它做成 皮尔森 汇集了 或者收集了 整理了 整理了什么呢 皮尔森汇集的是 the work the work 好 注意他们 work这个词 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词了 work这个词 在翻译的时候 他们在这里 绝对不能用工作来翻译 前面我给大家讲 考研翻译考点的时候 说到过 单词 有可能是越简单的 单词就可能会越难翻译 所以如果work 这个词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大家知道work有哪些意思 有工作 有著作 有作品 什么之类的意思 但这里到底该怎么翻译呢 既不是工作 也不是著作 也不是作品 多一词 大家知道 一定是由上下文来决定的 我们看看work 下文 work的下文 是hundreds of 大家知道这个hundreds of 是一个数量词组 叫几百位 数百位 对不对 researchers 叫什么人 研究人员 那我们再看研究人员 后面还有一个 借此短语 around the world 在修士这个研究人员 哪儿的研究人员 around the world 叫全世界 世界各地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来 定位这个work的含义 他们听 皮尔森 汇集了世界各地 数百位研究人员的 什么那个工作 叫研究成果 所以他们work 最好把它翻译成成果 研究成果 就是一个最好的翻译 那前面这里搞定了 皮尔森汇集了世界各地 数百位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 然后再来produce这个词 produce这个词 有没有人刚才把它翻译成生产的 恭喜你 错了 有没有翻译成创造的 也错 他们produce既不能翻译成生产 也不能翻译成创造 那它到底该怎么翻译呢 仍然是一个多一词的考点 大家看看 produce下文的宾语是 unique minenium technology calendar 中心词落到calendar 这个单词上去了 大家想 produce calendar 中国人既不叫生产日理 也不叫创造日理 中国人怎么说的 找生产创造相关的词 来跟日理搭配 叫发明 可以吧 可以来的最好的 不叫发明日理 还有中国人更习惯说 编日理 所以produce有一个最好的翻译 编制 编定 制作 都是一些非常不错的翻译 所以同学们 这一点也能说明 在考研翻译当中的单词 多一词的上下文的重要性 那我这里 用另外笔记的方式 来同学们记下去 记下去 翻译中单词的意思 是由上下文来决定的 就是说这个单词 无论你是记过 还是没有记过 无论你记过 它只有一个意思 还是怎么样 翻译完了之后 一定要读上下文 一定要去关注中文 它通不通顺 如果不通顺 就需要去根据上下文 来做一些改变 那翻译当中 单词的意思 是由上下文决定的 一旦我们发现 直接翻译不通顺 所以同学们 这是前提 首先用理计的那个意思 去直接翻译一下 如果一旦我们发现 直接翻译不通顺 就一定要关注上下文 就一定要关注上下文 并且适当用一些 同义词来替换 就那不通顺怎么办 关注上下文 用同义词来做替换 并且适当隐身一下 所以同学们 这就是你们为什么 理理发现自己 每个单词都认识 句子结构也看得懂 就是自己翻译出来的 不是人话 为什么 就是你不善于去隐身 你不善于去找一些 同义词来做替换 其实前面我们 一直在用这种方法 隐身同义替换 只不过今天 我用笔记的方式 来加强了一下你们 好 重复一遍 翻译中单词的意思 是由上下文决定的 一旦我们发现 直接翻译不通顺 就一定要关注上下文 并且适当用一些 同义词来替换 或者适当隐身一下 好 我这里再来加强一下 大家的能力 我们再看 再看 举一个额外的例子来看一看 大家知道有一个单词 叫move 一个特别简单的单词 大家知道move 有一个最基本的意思 叫动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发现动有点不对了 我们就可以去找 一切关于动的同义词 来引申来替换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里 don't move don't move 大家知道 就是最基本的含义叫啥 不许动 不要动 对不对 那再看呢 这个呢 share prices share prices moved ahead today 大家知道share prices 叫股票价格 既然股票价格 它在动 并且是在move ahead 往上动 所以大家知道 股票价格 中国人不叫说往上动 股票价格叫上涨 或者上阳 对不对 所以 这不是就是最好的翻译吗 所以今日股票价格上涨 股票价格今日上涨 或者股票价格今日上扬 都可以 那如果是前面加一个 oh share prices 所有股票价格 今日都上涨 我们有时候在股 在股市里面叫做 全线飘红 对不对 飘红 股票率是跌了 但这没问题 我们翻译 那再看 再看 再给大家举一例子 大家看看这个 the story of their sufferings 那大家知道 suffering叫 遭遇 叫那个 叫痛苦 对不对 叫遭受到的痛苦 story 痛苦的故事 我们这个有点难听 不妨把故事 稍微引申一下 它那悲惨的遭遇 然后move us deeply 深深的 打动了我们 所以这个move 又是打动 感动的意思了 对了不 然后再看 再引申一个 work on the new building work on the new building is moving quickly work on the new building is moving quickly 首先我们引申一下 work这个词 大家知道work 这里move 要把它翻译好 有两层引申 首先the new building 叫新的建筑物 对不对 新的建筑 新的建筑的work 叫工作 对不对 那大家想想 我们说建筑不叫工作 而叫新 这栋新大楼的工 不叫工作 而叫工程 对不对 所以work 既然叫工程的话 那这个moving 怎么说好一点 这个新大楼的建筑 这个新大楼的工程 moving quickly 叫进展迅速 对了吧 进展很快 所以这个moving 又把它翻译成进展了 所以同学们 我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上下文 说中国人的人话 去找一些 就是最基本的方式 就是去找一些 关于动的诗 来跟它搭配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做翻译的时候 可以适当灵活一点 比如说我再给大家 还举一个 关于move的例子 比如说 这句话 大家看看 please move 后面给你一个 and I 不要and please move I need the chair 他知道chair叫椅子 对不对 那你把它翻译成 请动一下 我需要椅子 不是这样的吧 他知道 那既然是动一下 需要椅子 说明那个人 是不是坐在椅子上啊 所以这个moving 又可以怎么翻译 请起来一下 我需要这个椅子 这不可以了吗 所以 那有可能这个moving 就把它翻译成 起来一下了 请站起来一下 对不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翻译当中 上下文 同一替换 适当隐身的问题 好 我们回来再看一下 刚才那句话 刚才那句话 有些词 我们就做了隐身 比如说piece together 本来叫把片块 弄在一起 我们叫汇集 收集 整理 produce 本来叫生产 叫创造 我们翻译成编制 还有work 本来叫工作 我们翻译成研究成果 然后再看编制了 一个什么呢 编制了一个unique 叫独特的 对不对 独特的 millenium 这个单词 我前面给大家说 上下文的时候 也说过 最早的时候 讲考点的时候 也说过 就讲 讲上下文 讲考研翻译的 那个提醒的时候 说过 millenium 有上文的 没有化线的句子 可以找到 叫一千年 对不对 叫一千年 编制了一个 独特的千年的 technology 叫技术 canender 叫日历 对了吧 这个答案可以 编制了一个 独特的千年 技术日历 但大家要想想 中文说话 说千年 然后技术 日历 这样直接翻译 可以啊 但你不觉得 头马还有更好的顺序 大家有没有想过 把千年和技术 这个顺序 给它颠倒一下 中国人说日历的时候 经常这样说 有日历 有月历 有年历 还有万年历 对不对 有万年历 就可以有 技术千年历 就可以了 编制了一个 独特的技术千年历 千年技术日历 都可以 但明显听起来 技术千年历 是不是感觉 还要听一点啊 这样就可以了 编制了一个 独特的技术千年日历 技术千年历 头马我不能问一下你们 就因为我一般在面试 我班上也不太敢 问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稍微有点难 那当然咱们网络客厂 我想问你 问你们各位 那头马你不觉得 那这里我把它如果 万一 我把它翻译成 编制了一个独特的技术 万年历 可以吗 正确答案 我告诉你们呢 叫编制了一个独特的技术 千年历 我把它翻译成 编制了一个独特的技术 万年历 可以吗 算错吗 当然不算 为什么 大家有发现 那个技术千年历 万年历 那个千年万年 它是一个约数 是一个概数 并不是说千年历 就是一千年不多 一千年不少 一年不多 一年不少 万年历不是一年不多 一年不少 对不对 是一个大概的数字 所以技术千年历 技术万年历 我个人认为都是可以的 好了 前面翻译好了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Z 的定义重句 这个Z的定义重句 我们说定义重句后制 根据我们第一句话 刚才后制的例子得出的结论 后制的话 一般需要重复那个先行词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定义重句的先行词 等于 那个引导词 等于先行词 在句子里面做主意 所以重复一下 更好听 而这个定义重句的先行词 这就是离得最近的 这个技术千年历 对了吧 所以重复一遍 这个技术千年历 给出了一个date 叫日期 对不对 这个技术千年历 给出了一个日期 什么样的日期呢 好 我们看一下 日期后面有 问定义重句修饰 前面有latest修饰 我们不妨先翻译 问那个定义重句 可以往前放 我前面给大家解释过 再看一看 z的定义重句够长 因为它里面包含了 一个问引导的定义重句 那这个问引导的定义重句 其实看起来也够长了 超过了 我前面说的五到七个词了 那为什么这个问定义重句 可以前置呢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z的定义重句 后置以后 它给出了一个日期 日期上面 它给出了日期 日期上面可以放修饰语 就放上一个 再长一点的修饰语 也不会显得 它给出了一个 什么什么样的日期 是比较通顺的 是比较通顺的 也不会显得太冗长 和累赘 所以我们认为 是可以接受的 它给出了一个 什么样的日期 我们再看 问定义重句 往日期前面放 We can expect 我们能够 expect叫 期待的 期望看到的 我们能够 期望看到的 Hundreds of 这里又来了 叫数百项 对不对 数百项 key叫关键的 重大的breakthrough 叫突破 叫突破 我们期待看到的数百项 重大突破和 discovery叫啥 发现将要to take place 将要发生的 date叫日期 对不对 叫日期 什么样的日期 latest date 好了 最后面 latest的这个词 你们是不是把它翻译成 最新的 最近的了 对不 叫最新 最近是吧 可以 但是我把它翻译成 最晚 或者最迟的日期 所以我这里 这样翻译了 这个技术 牵连力 给出了 给出了什么呢 我们能够 期望看到的 数百项重大突破 和发现将要发生的 最晚日期 或者最迟的日期 当然我说明 托门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把它翻译成 最新最近 我觉得也不会算 错得太离谱 我觉得也还可以 那为什么最晚 最迟更好一点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大家看看late这个词 大家看看late这个词 late这个词 它有一个本来的意思 叫最晚最迟 对不对 但是它还有一个意思 叫最新最近 而这个最新最近 这一层含义了 我觉得它应该是 引申过来的 怎么引申的呢 是指如果latest 当最新最近 是指这件事情 假设这个点是现在 这个点是现在 latest当最晚最迟的 意思是指 这件事情 发生在过去 离现在呢 最近 发生在过去的时间点 最晚 离现在最近 所以我们叫 最新最近的 就是说 反过来这么说 如果latest 当最新最近 是指这个事情 发生在过去 已经发生了 所以叫最新最近 那这里latest 它不是过去的事情 而是将来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认为 它不能用最新 最近这一层含义来翻译 而要用最晚最迟的日期 为什么 是将来的 因为是我们 希望看到的 未来一千年 假设皮尔森这个人 是一个怪人 他预测 未来这一千年当中 最晚最晚什么时候 癌症这个问题 就可以得到解决了 所以应该是 最晚最迟的日期 更合适 我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latest latest的 它当最新最近的意思 是指事情发生在过去 比如说 我们常常这样说 大家看看 latest news 大家知道这个应该怎么翻译 latest news 叫最新消息 最近的消息 对不对 是指什么 这个消息发生在过去 已经发生了 发生在过去的时间点最晚 离现在最近 所以才叫最近消息吧 最新的消息吧 还有比如说 刚才我们谈到工地 我去工地上看一看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he latest development 这工地的 大家知道 latest development 叫最新的进展 对不对 你去工地上 看这个最新的进展 看到的那个情况 是不是已经发生了 发生在过去的时间点 离现在最近 所以我们才叫最近的 最新的进展 对了吧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这个latest的翻译成 最晚最迟 是一个最合适的答案 明白了吧 我解释了一下这个词 可能大家需要关注一下 适当关注一下 好 可以了 同学们 这句话又给大家讲完了 在这句话里面 我们主要谈到了 z定义重句 该后置 问定义重句 由于它前面包含的量 还小一点 所以我们那个问 虽然很长 还可以放到 z定义重句里面 去前置它 然后修饰这个日期 当然还谈到了单词 需要上下文来解决的问题 帮大家 帮大家 就是拓展了一下 如何去 找同意来替换 如何去找相关词来 把句子说得更通顺的问题 来 看的英语 我们把汉语答案说一下 大家指着电脑上的屏幕 跟我一起来 开始吧 怎么说 席尔森汇集了什么 世界各地数百位研究人员的 研究成果 编制了一个独特的技术牵连力 重复先行词 z定义重句 这个技术牵连力 给出了 给出了什么 好注意 给出的是日期 日期前面有修饰 后面还有修饰 我们先说后面那个 给出了 我们能够期望看到的 数百项重大突破和发现 将要发生的最晚日期 够长够难吧 这就是定义重句 后制的例子 为什么会越难越难 当然 慢慢在定义重句 越往后走 我觉得大家的能力 也就应该越来越强 强到什么程度 慢慢到后面定义重句 最后一个例句 后制的最后一个例句 我们再来总结 翻译的核心策略方法的时候 总结完了之后 你们再去做题 我希望你们能够达到 一句话十分满分 尽可能 而一句话满分两分 尽可能能够做出来 得一分左右的状态 是最合适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 多做练习 来吧 又要准备自己做练习了 请看 哪笔哪指 准备定义重句 后制的第三个例句 在我们书上 就在本年度 2001年 71题 动手吧 我们再来做练习了 我们再来做练习了